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 2020年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冲击 金融市场一度陷入动荡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世界各国纷纷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与财政刺激计划 全力以赴帮助经济渡过难关 稳定市场递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 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3.5% 由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020年经济增长2.3% 在全球一片低迷的形势下 中国经济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岁末年初之际 全球财经连线推出特别节目 邀请来自知名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 为大家深度解读2021年中国及全球经济形势 市场趋势以及投资动向 财经热点深度解读 这里是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的线上视频节目 全球财经连线 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公营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诚实 那么首先非常感谢程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 欢迎您 你好 由于中国成功遏制住了新冠疫情的发展势头 所以经济也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复苏 MF最近也是预期2021年的中国经济增速是有希望达到7.9% 那么2021年在整个全球经济正复苏的一个状况之下 中国经济有望是实现7%以上 这是您刚才所说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客观基准的一个预测 您最近也提到2021年的经济增长 核心特点是强反弹和弱复苏的结合 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强反弹以及弱复苏呢 强反弹和弱复苏呢 实际上是整个全球经济在2021年 在疫后复苏的第一年所展现出的一个最核心的特征 那么所谓的强反弹呢 它的含义是指相较于2020年的这样一个非常低的基数 2021年的整个全球经济增长 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疫后反弹的状态 那么全球将近超过90%以上的经济体呢 都会较2020年的GDP呢 都会有一个正的增长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要强调另外一面 那就是我们如果把基数换成2019年 那么用2021年的GDP的增长比上那个2019年的话 你会发现整个全球经济呢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疫情 对比疫情之前呢是较弱的一个复苏状态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测算 我们用2021年的GDP的一个规模 比上2019年的GDP的一个规模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将近超过80%以上的经济体的 2021年的经济状况实际上是不如2019年的 不如疫情之前的 所以说整个全球经济呢复苏的整体的状态 还是一个相对较弱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中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其实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已经非常的不容易 自从去年5月中央首次提出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 海内外对此有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解读和声音 您在最近的一个讲话当中也提到 在对比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之后 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 双循环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主动的选择 那么也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分析和解读 实际上正如你所说 双循环呢是2020年整个中国经济 在百年未有之全球大变局下 做出一个开心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选择 那么对于双循环呢 实际上我们会认为 它是一个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说是一个必然选择呢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去解读 那么第一个来讲就是它是一个主动选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面 改革开放的过程里面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和风叙雨式的 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受益者 但是目前整个全球经济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保护主义 民粹主义和孤岛主义 对整个全球经济增长是造成了巨大的一些拖累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世界已变 所以中国要主动的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说我们的主动选择是双循环 那么第二点 这个主动的选择呢 它也是一个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选择 正如您之前提到的 那么我们刚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研究啊 我们用美国经济的历史做了一个研究 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就是你看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发展的历史 特别是一些市场化经济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些经济体 你会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处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发展的状态 面临中国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类似的背景的时候 那么每一个经济体都会做出一个双循环的这样一个选择 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选择 历史上也有其他的重要的国家 在类似中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当口 做出过类似的选择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会认为它这种符合经济客观规律的选择 也是符合当前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 也是受到全世界欢迎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当前的全球化 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那么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扁平式的 以美国为唯一核心的一个全球化 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多层次的 以区域化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全球化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中国以自己的内循环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也是符合全球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的一个方向的 所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程老师您刚刚说到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在整个双循环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是不是也会面临一些痛点或者说是读点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双循环模式构建过程中 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刘鹤副总理在之前的 对于整个双循环模式的一个解释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也用了很大的一个篇幅 在解释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存在大量的断点难点和卡脖子的问题 那么所以说我们双循环的构建呢 实际上有两件事情要做 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双循环双循环 首先要把中国经济转起来循环起来 就是说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内循环的一个闭环 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需要解决 我们在产业结构上的一些重要的断点和难点的问题 那么这些断点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 在药材的原材料的领域 在这个高端的这个数控机船领域 在大制造领域 在半导体的上游领域 我们都存在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无法突破的 暂时无法突破的一些瓶颈的问题 所以说这是我们双循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让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能够实现一个内循环的闭环 然后呢我们双循环要做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在转起来 解决了这些淡点难点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也不是说就是固步自封在原地的一个打转 而是说我们在完成自身的闭环之后呢 要把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 都推高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均衡的位置 所以说这是我们双循环要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让中国经济赚起来 第二件事情是把中国经济推高到一个 更高的内外均衡的新维度 那我们也相信在双循环的大北境下 未来我国的国民收入也将持续的增长 而消费还会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增长的空间 您还提到过双循环的未来 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言 也即将进入到全新的实际而上的新阶段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国家对于金融市场扩大改革开放的举措也非常多 您怎么看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呢 实际上关于资本市场的未来呢 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句话 叫做资本市场是整个实体经济的晴雨表 那么对于这句话呢 我有一个稍微细致一点的解读 那么我们之前呢 是研究了一下整个全球资本市场 特别是一些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的历史 我们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资本市场 它从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晴雨表 而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资本市场的中长期的表现 中长期的一个繁荣的程度 中长期的对整个实体经济的一个支持的力度 它都不是跟经济增长速度相关的 而是跟整个经济增长质量的表现相关的 那么在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实体经济里面 你能够看到更多的关于实体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一些可能性 我们都知道资本市场实际上它是一个买未来的一个状况 那么所以说一个高质量发展 而不是粗放型发展的经济体 它是更有未来的 同时呢它也是资本市场会给予更多期待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们会认为双循环 中国经济的双循环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的指向 就是会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的提升 那么在整个双循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呢 我们相信资本市场也会做出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馈 那就是资本市场会迎来一个中长期繁荣的契机 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么多境外的资本 在不断的加仓中国资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 那就是从整个放置四海而接准的 一个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的普遍的国际规律来看的话 就是资本市场它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晴雨表 所以双循环开启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那么对于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来说 也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2020年在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 中国股票市场的表现非常的强劲 您认为我们为什么能够拿到这样的成绩单呢 实际上我觉得这跟我前面讲的这个逻辑 还是基本相关的 就是说我们知道资本市场 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它不是买过去 也不是买现在 它是买未来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 特别是整个中国的创业板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表现这么好 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 那是因为整个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转变 那就是从一个过去的粗放型的资源消耗型的一个经济增长的模式 转向一个更具有科学技术含量的 更注重产业结构短板问题解决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状态 那么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为什么2020年这样一种资本市场的反馈会变得更加的强烈呢 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新冠疫情 它实际上是加速了整个中国经济的这样一种模式的转变 也就是说新冠疫情虽然说短期内给全球经济 包括中国经济都带来了增长上的损失 但是呢它另外一方面呢 它是按下了整个中国经济模式转变的快进键 这种快进的状态呢 实际上也是我们看到资本市场能够有去年 特别是创业版去年有一个非常亮丽的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和去年相比今年的市场会有哪些特点 特别值得我们投资者去关注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它是有惯性的 那么未来它是有连续性的 那么资本市场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映射 那么这种映射呢 我觉得在今年也会持续延续去年出现的这样一些积极的变化 那就是整个全球资本会对整个中国资产进行一个重新的估值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重新的估值里面 实际上双循环所开启的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会给整个中国的市资产的这样一个估值的状况呢 提供一个正面的一个激励 那么这也会使得整个全球资本会延续去年 不断的流入中国 加双中国这样有状况 实际上我们公益国际作为一家在香港的投资银行 我们也是看到这样一种趋势是在不断的强化的 那么这实际上会对整个中国资本市场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外部的助力 那么另外一方面从内部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双循环模式的构建的过程中 那么中国并没有并不是在闭关锁国 而是在推进一个更高维度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特别是在整个金融开放这个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 都会呈现出一个加速的状况 那么这实际上会有助于整个全球资产配置 对于整个中国的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加仓的需要 所以说我们觉得从内部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市场的改革 以及我们金融对外开放的有趣的推进 都会有助于整个中国资产的进一步的一个相对的地位的提振 那么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有利于中国资产 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些关键性的一些要素 在2021年还是会延续或者说会进一步的强化的 那么这些要素包括整个中国经济 相对于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领先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去年 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是领先全球的 那么2021年的预测目前来看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IMF的世界银行的预测 都是认为中国经济依旧是领先全球的 那么这给中国资本市场的相对的强势的表现 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物质的基础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人民币对一篮字货币的汇率呢 都是呈现出一个相对的强势 那么这种中长期的强势呢 会有助于整个人民币资产的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自身实力的增强 所以说综合以上三点我们会认为 2020年出现的整个全球加仓中国资产的这股热潮 会进一步的在2021年进一步的深化和延续 对您刚刚说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这个问题 我发现大家近期对这个话题特别关注 我看到好几个网络平台上面都上了热搜 特别是说2021年开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涨破了 6.5关口这样一个消息也是很受关注 我们甚至听到一些声音说 它可能会升破到6.3 6.2这样的一个数字 您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数字并不是关键 关键的一点是整个人民币的一个相对稳定 相对强势的物质的基础呢 是在进一步的夯实 那么对于整个具体点位的预测呢 不同的机构实际上它的预测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您说到的6.2 6.3 我觉得这在市场上都已经算是相对比较保守的预测了 那么有很多中长期的预测会认为 甚至会认为会升到6以下 那么甚至还会有更高一点的预测 那么我们会觉得这都是一个对人民币的未来的一个 相对强势表现的一个基准的一个市场的共识吧 那么大家现在唯一的分歧只是说 这一轮升值的这个顶点到底会在哪 对于这个升值的延续性和这样一个持久性呢 大家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分歧的 那么所以说我会认为这个具体的点位啊 不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不光是由人民币决定的 也是由这个美元的一个状态所决定的 人民币对美元这样一组特殊的双边汇率呢 实际上一方面是受到人民币的自身的这样一个 经济的基本面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也会受到美元指数的一个影响 美元指数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特别是在过去的八九个月里面实际上是呈现出一幅 持续的贬值的状况 美元指数是从最高的102点已经贬到了最低90点 甚至突破了90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贬值的状况呢 在整个美国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总统切换的状态之下呢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延续性 所以说这会对人民币汇率的未来的一个相对的强势呢 也会提供另外一个维度的支撑 所以说我们还是一个基准的判断 就是认为人民币的相对的强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那么这是由中国经济基本面和整个国际金融环境 所共同决定的 那么这种汇率的在双向波动过程中的一个主体的稳定呢 我们觉得还是有助于整个中国双循环模式的构建的 放眼整个世界呢 我们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也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冲击 仍然是存在非常大的一种不确定性 我们都希望疫苗能够帮助全球经济 在2021年带着全世界走出阴影 但是我们看到近期各国也是出现了传染性更加强的一些变异的毒株 多国的疫情也反弹 更加的引发了很多的忧虑 那么您对于2021年的全球经济走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期呢 实际上正如您所提到的 整个新冠疫情呢 它实际上是呈现出一种波动上升的一种态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病毒呢 它是不断地在演化的 在疫苗和整个病毒的这样一个亿变之间呢 实际上是很难看到一种未来的一个确定的一个图景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整个新冠疫情是在不断地反复的 但是在反复的过程中呢 整体对整个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是在不断地升化的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基准的判断是认为 因为整个从全球的卫生组织的一个判断来看的话 新冠疫情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讲 可能还会反复地纠缠一段时间 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未来 全球经济的未来呢 也不能够持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预期 那么前面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一点啊 就是2021年整个全球经济呢 会呈现出一种强反弹和弱复苏并存的格局 那么这个强反弹呢 是现在大家认为会叫2020年 就是说相较于去年 2021年的全球经济复苏会相对不错 但是这种对于强反弹的预期呢 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对来说偏乐观的 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整个全球经济 还是会面临新冠疫情反复 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的挑战 那么这种挑战呢 也会在整个全球经济的不同的维度 在全球经济增长维度 在整个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的维度 在整个全球的不同的区域之间的分化的维度 都会产生越来越复杂的影响 所以说我个人还是认为 我们不能够对市场疫情太过于这个乐观 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疫情 完全终结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 我们还是要对未来的风险保有一定的认知 可能我们要学着去跟疫情 去跟病毒共处 那么您认为在这场复苏当中 它经济复苏最大的阻力又是什么呢 是疫情吗 还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呢 实际上我个人会觉得 新冠疫情呢 它的一个影响呢 最重要的一个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呢 它是会让整个世界的复杂性会进一步的加剧 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单一的风险 实际上对于我们当前的人类经济社会来说的话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我们比较害怕的是什么 我们比较害怕的是系统性风险 就是不同风险的相互之间的一个传染 相互的共振 以及相互的一个作用所带来的一个复杂的局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对于整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单一的风险都是可以通过单一的政策来解决的 但是如果我们面临一个系统性风险 复杂局面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不同的政策来进行一个政策的搭配 那么这种政策搭配呢 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政策调控的一个哲学 同时也是需要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 理性的和深度的认知的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整个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 造成的最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复杂局面的形成 以及风险共振所带来的一个宏观调控搭配的 这样一种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缓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全球各国的政府在去年 不约而同的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美联储欧央行等等这些主要的央行 也寄出了力度空前的宽松货币政策 您认为这些政策的基调在2021年 是否会有所调整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伴随着整个全球经济基本面 在2021年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特征 强反弹与弱复苏的并存 我们看到从整个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也有一个新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叫宽政策与紧调控的这样一个并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2021年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经济 相较于疫情之前 我们说它是一个相对较弱的一个复苏的状况 就是说整个实体经济还是在受到新冠疫情的 这样一种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能够迅速的撤出这些刺激性的政策的 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的政策的呵护 那么这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恢复来讲 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我们整个的政策从绝对面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 所以说整个全球目前还是一个相对的低利率和负利率的环境 整个全球的财政刺激的力度相对于以往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从边际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全球经济基本面已经出现了较2020年的一个边际上的强反弹 就是说2021年的状况比2020年是好了不少的 所以说整个宽松的政策呢 从调控的方向上呢 边际上会有一定的收紧 所以说我们看到是什么 就是说政策的绝对面虽然比较宽 但是相对于去年来讲 我们并没有做得更多 我们在宽松的政策上 方向上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拓展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 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实际上会变得更加的审慎 在边际上甚至会出现相对偏紧的一些方向 方向上的一些变化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的货币政策 现在都在讲一个什么最重要的变化呢 叫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就是我们要考虑 从一个超宽松的状态慢慢的退出 所以说伴随着整个全球经济基本面 强反弹与弱复苏的这样一种复杂局面的形成 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政策的一个基调 也成为一个宽政策与紧调控的一个结合 那么当然了这其中实际上是需要一个非常强的 一个力度的一个把握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中国 咱们中国在整个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论断 就是说我们的政策不能够急转弯 这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并存的一个解释 就一方面我们是要在长期内要考虑到逐渐的适度的 审慎的要退出这样一种这个不正常的超宽松的一种政策的格局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考虑到目前的这个复苏的这个力度呢 我们还是需要去呵护的 所以说我们这种转弯的过程还是要更加的审慎 不能够急转弯 所以说这就是整个全球政策的一个状况和中国政策的状况 对那在全球范围内货币供应量的一个急剧增加 大放水之下大家其实是对于未来通胀压力是有担忧的 您认为2021年的通货膨胀 它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吗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胀正在成为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由于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 部分的地区包括全球的一些部分的区域 是出现了一些由于物流的不畅通所导致的这样一个局部性的一个物价的上涨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受到了整个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特别是油价持续上升所造成的这样一些供给侧的这样一些影响和冲击 所以说现在整个全球对于整个通货膨胀是有一定的担忧的 在咱们中国也是这样 那么所以说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正在进入到一个议题的范围之内 这也是要先行的控制通胀的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的考虑 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啊 就是通货膨胀对于未来来讲的话 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但是如果说要考虑通胀风险的话 那么上半年会需要考虑的更多一点 2020年是黑天鹅嫔妃的一年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至暗的一年 我想问一个感性的问题 您认为2021年它会好吗 而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过好这一年 或者是说过好接下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呢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我们是需要用它去发现光明 我们要辩证地认识这场公共卫生危机 它实际上一方面是短期来看 它是按下了世界的暂停键 它是带来了整个全球经济自由落体式的 这样一个增长的损失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需要重视的一点 那就是我们要看到在长期内 它是按下了世界经济的快进键 它是加速了我们这个世界经济的趋势拐点的形成 它是加速了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从一个线下模式进化到一个线上模式 从一个传统的经济发展的状态 进入到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状态 在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之中 我们会发现赛道是在急速的切换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行业 实际上它都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新冠疫情之后的一个新的大的变化 那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新的趋势已经形成 那么有些赛道是会明显的快于过去的 那么有些赛道正在逐渐的减速 所以说我们投资者需要做到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把握住整个新冠疫情 所带来的世界加速变化的契机 我们要加速自己的投资赛道的一个切换 我们要从一个旧有的一个减速的赛道 转换到一个正在加速的一个赛道之中 那么这些赛道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已经非常多了 那么这也是整个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的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而且对于咱们中国来讲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双循环呢 它实际上也是带来了整个中国的生产要素 政策资源的一个重心的转移 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未来的成功之道 无论是投资还是我们的商业还是我们个人选择 都在发生一个重要的切换和转变 所以说我们都是需要去把握未来的一个新的趋势的形成 那么去做一些顺势而为的选择 那么这也是我们希望跟广大投资者和广大观众 分享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们如何不错过这场危机所带来的转变的契机呢 那就是我们要把握住宏观趋势 特别是产业结构 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家所倡导的一些经济发展理念的关键性的变化 来站到更接近于未来的一个新陈大海的这样一个方向之上 好的 非常感谢程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再次谢谢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